你敢相信吗 猪身上也能产羊毛 难道是猪和羊杂交了吗 大千世界 无奇不有 有些生物的长相 总是能够给人带来惊喜 眼前我们看到的这只动物 属实有点奇怪 说它像猪吧 它身上长着十分浓密的毛 剪掉的毛 可以用来做羊毛衫 说它像羊吧 它却拥有肥肥的耳朵 长长的鼻子 因此有网友不禁怀疑 这该不会是猪和羊杂交出来的生物吧 但是不管从生物学和遗传学上来分析 这都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羊根本不是一个科的动物 猪属于猪科 羊属于牛科 这两种动物之间存在着生殖隔离 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实际上这是一种叫做绵羊猪的动物 也被称为林肯郡卷毛猪 在一般人的认知中 猪身上长出密集的毛 是一种十分不可思议的事情 绵羊猪是一种十分古老 而且稀有的品种 原产于澳大利亚和匈牙利 猪如其名 这种猪长有卷曲的尾巴 像绵羊那种长长的毛发 早在20世纪初期 绵羊猪出现在奥匈帝国 由于外形十分有变十度 因此这种猪被炒到了1000美元一头 这个价格几乎是普通猪的五倍 绵羊猪的毛发可以分为三大类 黄色 红色或者暗褐色 黑色 毛发和颜色 能够让绵羊猪更好地适应野外环境 这些都是基因决定的 人类无法后天干预 冬天浓密的毛发可以为绵羊猪预寒 夏天可以起到防晒作用 绵羊猪拥有十分不错的口感 全身瘦肉比较少 脂肪含量是普通猪的两倍 猪肉通过烹饪以后入口即化 是做香肠 火腿的上等原材料 由于太受欢迎了 绵羊猪曾经在市场上差点被吃到灭绝 1976年 匈牙利制定并实施了国家基因库保护计划 绵羊猪除了能够提供可口的猪肉 还能提供上等毛发 和绵羊一样 绵羊猪也需要定期修剪毛发 剪掉的毛可以做成羊毛衫等衣物 确切点说是猪毛衫 这就是绵羊猪的神奇之处